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今年首10月 往返新韩客流量交易前增36% 以巴冲突 9岁爱意女童或哈马斯释放 父曾哭着笑庆幸爱你已死 令全球动容 周小川 中国大陆约九成零售交易 已实现数字化 北京四所高校开建雄安校区 在树桩侧翻 卡车撞丝巴 两人受伤入院 请大家收看 今年首10月 往返新韩客流量交易前增36% 联合早报 根据张义机场集团的数据 今年往返新加坡和韩国的客流量 已恢复到2019年冠病疫情前的水平 增长超过三成 这主要是因为首尔和釜山航线的客运量增加 再加上新加坡去年开通往返冀州岛的新航线 其中 新加坡和首尔之间的旅客流量为186,000人次 使得首尔成为张义机场客流量排名第六的城市 韩国新成立的廉价航空公司德威航空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库航也增加了往返新加坡和首尔的航班 此外 新加坡和釜山之间的客运量也是韩国三个城市中增长最快的 今年10月的客运量比今年1月增加了一倍多 以巴冲突 9岁爱意女童或哈马斯释放 父曾哭着笑庆幸爱女已死令全球动容 新岛日报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达成了暂时停火协议 这导致了四批人质的释放 包括被认为是人质象征的阿尔兰裔以色列9岁女童艾米丽 艾米丽在被掳走50天后获释 与父亲汤马斯相拥庆祝 汤马斯曾表示庆幸女儿早点死亡 未受哈马斯折磨 这一表态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哀痛 艾米丽在被释放后与父亲重逢 妇女俩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这一事件让全球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 周小川 中国大陆约九成零售交易已实现数字化 联合早报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的讲话 中国大陆约九成的零售交易已实现数字化 不再使用传统的纸钞和交易方式 剩下的议程工作主要是加强互通性 以及在安全、加密和隐私保护方面 制定更高的标准和规则 周小川还提及了中国数字货币的双层运营体系 其中中央银行是第一层 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公司是第二层 他强调 这个体系通过相互竞争来提高服务水平和促进创新 周小川还表示 安全是数字货币发展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 中国会加强监督数字支付的安全、隐私保护和互通性问题 北京四所高校开建雄安校区 联合早报 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北京高校的雄安校区已经开始建设 这四所高校是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都是中国双一流高校 这些校区的建设是为了推动经经济协同发展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以及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 这些高校的校区将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教育科技人才支持 立即这些校区将在2025年完成一期工程 并对外招生 到2035年全部搬迁完毕 本月20日 首批疏解的在京部委所属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已经开始建设 在竖桩侧翻 卡车撞丝巴 两人受伤入院 联合早报 根据报道 这起事故发生在新加坡一顺的一个工业园区 一辆载有竖桩的卡车在运输过程中侧翻 撞上一辆私人巴士 卡车司机和巴士上的一名女乘客受伤并送往医院治疗 事故发生后 附近区域被封锁 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事故原因尚未确定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朝鲜选举首线反对票 会未强调民主投票 联合早报 朝鲜官方媒体首次报道 选举中出现反对票 可能意在凸显选举的民主性质 报道称 投票率达99.63% 赞成率为99.91% 反对率为0.09% 报道还指出 此次选举中首次实行了两名候选人竞争一个议员席委的制度 然而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 朝鲜此次选举中设立的绿色和红色投票箱 可能未能确保秘密投票原则 本地医生人数增 每一千人有2.8名医生 联合早报 根据国会预算委员会的报告 新加坡将继续增加医生数量 以满足人口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委员会呼吁卫生部招聘和留住更多医疗领域人员 并鼓励在国外受训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医生回国 同时 卫生部还通过健康SG计划等措施来控制医疗服务成本的增加 报告还指出 新加坡的洪水一发地区已减少了99% 但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些成果 因此 委员会建议政府继续投入资金 应对海平面上升 并分享在德光岛建造围田的经验 此外 政府还将投入250亿元的预算来支持研究 创新和企业发展 以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 任意2025计划将涵盖2021年至2025年 立即政府的投资将持续至2025年 中国22岁留学生服施南韩大丘大学附近水库 新岛日报 目前 警方正在调查死者的死因以及是否存在他杀的可能性 据报道 该留学生的家属已被通知 并正在赶往韩国处理后事 大丘大学表示 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给死者的家人 此外 大丘大学还表示将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确保学生的安全 泰被捕刑期者曾在西马齐讨 称泰国刑期收入号 联合早报 近日 泰国移民局逮捕了7名中国籍男女 他们在曼谷街头刑起 并且有些人之前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刑起 他们的身体或脸部有严重的畸形 引起了民众的怀疑 认为他们受到了人口贩卖集团的控制 然而 泰国当局表示 他们并不是受害者 没有受到酷刑 虐待或胁迫 移民局首长伊提波强调 这些刑期者持护照入进泰国 护照上有他们身上伤疤或面部畸形的记录 这些伤害并不是近期造成的 调查人员表示 刑期者的身体残障是年轻时发生的意外造成的 其中一名被捕的妇女已经被驱逐出境 另一名被捕妇女透露 她之前来过泰国刑起 并发现在泰国刑起的收入可观 这些刑期者中还有一对夫妻档 他们在中国就靠刑起维持生活 也在马来西亚刑起 他们来到泰国后发现乞讨的收入很好 还有一名男子称自己最初是来泰国旅游的 但后来遗失了护照 被迫靠刑起维持生活 泰国当局最近还逮捕了一群来自约旦的乞丐 他们在曼谷制造骚乱并骚扰外国人 胡敬林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 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医保局局长胡敬林 被任命为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 接替王军 胡敬林曾在财政部工作多年 并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的职位 他在2018年被任命为国家医保局局长 负责国家医疗保障的工作 这次调动意味着中国税务系统的一次领导层调整 东海岸爱田海造长岛明年初开始技术研究 联合早报 新加坡计划在东海岸水域填海造岛建设名为长岛的人工岛 干人工岛占地约800公顷将耗时数十年发展 填海新增的土地可以用来新建住宅发展服务和娱乐设施 同时为东海岸公园增添额外的20公米的冰水公园 这一计划旨在缓解海平面上升对新加坡的威胁 并为未来创造空间和机会 新加坡的平均海平面可能在本世季末上升高达一米 甚至可能上升4至5米 新加坡是个低洼岛国 因此需要为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影响做好准备 此外 当局还考虑了其他方案 如沿岸驻建长墙 但这会影响东海岸公园的使用者 相比之下 长岛方案更为合适 可以保留现有的公园 并减少防潮闸和蹦占的数量 台民调 蔡英文声望不赞同者 升至2019年4月以来最高记录 联合早报 根据台湾民调机构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近54%的台湾民众 对总统蔡英文的执政表现表示不满意 这是自2019年4月以来的最高记录 此外 超过44%的民众 对陈建仁领导的内阁市政表现不满意 民调结果还显示 57.4%的受访者 对民进党政府7年多来的整体执政表现不满意 这对于民进党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因为蔡英文的声望和民意支持度 与民进党的俘获息息相关 民调还显示 柯文哲的支持度从10月份的25.6%上升至11月份的31.9% 赖清德则从29.7%下滑至29.2% 侯友宜的支持度则从21.1%上升至23.6% 另一份民调显示 赖消费以31%的支持度领先 但两人与侯康费之间的差距在抽样误差范围内 根据这些民调结果 可以看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的不满情绪在逐渐增加 这对于2024年执政党的选情来说并不利 粗暴但有效日本珠宝店人骑门钢叉 力退三匪 网民赞击四三国无双 徐楚 新岛日报 在日本东京 一名珠宝店职员使用一种古老的钢叉武器成功击退三名劫匪 这名职员手持钢叉冲出殿外 不断挥动并追打劫匪 最终迫使他们徒步逃走 这种钢叉武器在日本被称为刺骨 属于江户时代捕快的兵器 可以有效制服一范 这段勇敢的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 被人们称赞为电玩三国无双中的武将徐楚 这件事件也引发了对类似防暴武器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讨论 系统崩溃一夜 滴滴出行 网约车等服务已恢复 联合早报 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 在系统崩溃一夜后称 网约车等服务已经恢复 滴滴在11月28日早晨发布公告表示 经过技术团队连夜修复 用户可以下载滴滴APP使用打车服务 此前 滴滴的系统故障导致很多用户无法正常使用滴滴APP 尽管滴滴已经发布公告恢复服务 但仍然有用户反应无法打车 滴滴出行是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 今年第三季度实现总收入514亿元 同比增长25% 知情人士称滴滴计划明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滴滴在今年初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被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架 同时还受到80.26亿元的罚单 今年1月 滴滴宣布恢复新用户注册 并表示已经进行了全面整改 粉丝质疑全红禅被压分 中国奥委会坚决抵制饭圈乱象 联合早报 这起事件引发了一些粉丝对裁判判罚的质疑 认为全红禅被裁判压分 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饭圈文化的讨论 饭圈是指粉丝们组成的圈子 通过追星 打榜 送礼等方式支持自己喜欢的明星 然而 一些饭圈追星行为过度 甚至出现了攻击其他明星 恶意造谣等不良行为 中国奥委会和官媒的发声 意在提醒公众尊重运动员个人权益 理性追星 避免不当言行 他们认为 体育是公平竞争的舞台 裁判的判罚应该得到尊重 不应该被饭圈文化所左右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于裁判制度的质疑 认为裁判的判罚存在问题 然而 对于这些质疑 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出回应 总的来说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饭圈文化的关注和讨论 在追星的同时 公众应该理性看待运动比赛 尊重运动员和裁判的努力与公正 同时 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于裁判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公开 以增强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